许可乐 小二 诶 有客人来了 诶 来了 二位客官 你看我们这吃的住的全有 客官请进 这是房间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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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这儿 坐这儿 二位想吃点什么呢 站柜的 来 拿些酒来 好吃的也来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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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 好酒好菜上 脚菜来啦 来来来 坐吧 请请 来啊 把他扶屋里去 来啊 把他扶屋里去 来 哎 你怎么不动手啊你 好像就我一人睡似的 快点 早不早睡啊 哎 我说你是怎么了 哎 你看我干什么呀 不认识啊 你说啊 太北他 给咱们的金子是无良吗 你怎么了你 这一路上你问我多少回了你 你怀我妹了 是不是 我没那么说啊 学爸 这回你可听清楚了 我告诉你 是无良 一人二两半 哎 我董超要是灭了你的金子 那让天老爷批了我 行不行 我 我 我是说啊 咱为了那二两半金子 弄死一条人命 不值 太为福也太吝啬了 水好了 来了来了 哎呀 这哪行啊 来 点点火 来 行了 行 嗯 哎哟 哎哟 等等等到家着大了 哎呀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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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躺脚 解解乏 明日也能走得更快去 有了二位工人费心 行了行了 来吧来吧 我心里实在是怪不去 来 起来 住了 太烫了 给你烫烫脚吧 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伺候你还闲烫 真是不识谈 走 这鞋 这鞋 我的鞋呢 我的鞋不见了 怪事 谁会要你双破鞋呢 没了算了 反正我脚上都是撩泡 不就光脚走吧 那可不行啊 那这样吧 你就穿我这双吧 本来啊 这是为我自己准备的 谁让我心肠这么好呢 那就多谢你了 行了行了 穿上去 不 不行 不行太小 穿不进去 行了 有鞋穿就不错了 我还是光脚走吧 要想合适啊 回去让你老婆给你做呀 行 走走 踩踩不就大了 走吧 好了 走吧 真是 走走走 Katrina 咱总能能呆在这儿不走吧 行 我走不了了 你的意思 让我们背着你走啊 让我拿这双鞋脱了再走 脱了你就能走啊 我起不来 在家我连我老婆都没伺候过 走吧 走啊 走啊 还疼吗 时间长了 麻木了 就不觉得疼了 只要不疼就好了 你岳丈也太不懂规矩了 给你送行就请我们吃了几碗酒 就再也没表示了 我的岳丈心仰实在 还请二位工人多担待 我带的盘缠多 这一路上的吃住就我一个人负担了 到了苍州要是还有多余的银子 就留给二位工人作为茶酒钱 别把我们看遍了 我们都是正派人 从来不吃饭人 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 这世道像我们俩这样的不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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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到现在走了多少里了 少说也有二三十里地了 走了也不算少了 就说嘛 我这两条腿 有些不听使唤了 我也走不动了 咱歇会吧 我真想好好睡他一觉 这万一睡着了怎么行啊 有什么不行 你看啊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地 荒山野岭的跑了犯人 你我怎么交代 走了这么一路 你们对我也该有所明白了 我临重谁冤枉官司都没有胡来 更不会给你们两个防送工人惹麻烦 放心睡你们的觉好了 我不会跑的 人心哥肚皮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说的话呢 凭我的本事 我要是想逃 别说是你们两个 就是百十个鸭姐 我也早就逃之夭夭了 我打心里就没想要逃跑 您教头的威名和手段 我们是知道的 所以就更不放心了 要让我们放心 你就得委屈一下 让我们把你绑在这棵树上 我不会绑得太紧 绑住你 我们心里就踏实些了 那好吧 你委屈你了啊 要绑就绑吧 咱们哪儿都安稳地睡一觉 好 昨晚饺疼 几乎一夜没何远 实在委屈你啊 放心了 放心了 那就去睡吧 你先睡 走的时候我来叫你 我还是想 二两半送条人命值不值 这可是折寿的事啊 你这 这都什么时候了 怎么又提这事啊 要是闲少你就别干 二两半全归我 你这 林冲 现在我把事情跟你说明了吧 你认识陆于侯陆迁吗 认识 他曾经是我的朋友 林行的时候他奉高太尉君子 让我们俩在半道上结过了你的信念 我们也不想这么做 无奈高太尉有君子 不敢不听 我们想了想 这早几天晚几天都是死 还不如趁早了结 与你与我们都好 对对 这地方山深林密 你倒也是个死的好去处 你记着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别挣扎了 我打的是死劫 挣扎不开的 我 我 我与你们二位 无怨无仇 你们 你们不能这么对待我 只要 免我一死 我将众生不忘 免不得 我们已经拿了高太尉的银钱 其实 为那点钱真是不值得 可是我们俩不了结你 准还有人来了结 林教头 您可别怨我们呢 高求老贼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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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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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師兄 站住 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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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了 過來 把家草給我打開 師兄 殺了他們倆的狗 師兄 師兄 不關他們的事 是高求狗賊要置我於死地 你就是殺了他們 也是冤屈呀 林教徒說得對呀 說得對呀 冤屈個鬼 先殺了他們 回去再提高求的狗頭 師兄 好害饒命 好害饒命 師兄 別 別 你們兩個豬狗不如的東西 傷天害理 留你們何用 好害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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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倆知罪嗎 知罪 小人知罪 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先不殺你們 打 我不說停 就一直打下去 師兄 打 師兄 你是怎麼到這兒的 師兄 你怎麼到這兒的 自你吃的關子 我想救你 又沒個奈何 我一邊讓那一夥 泼皮兄弟籌集錢 到開封府買個公道 一邊打探你的消息 屁打個事也沒頂 好了 好 原藥給你送行 今天夜裡多灌了幾碗酒 失睡了沒敢上 回去 聽張三說太尉府的人請他們吃過酒 我就起了疑心 越想越放心不下 就向長老告了假 一路趕來昨日就趕上了 你住店的時候我去村裡打溫國 我 就這片野豬林 是個險惡害命的去逐 我就沒住店 又怕吃酒誤了事 就先來林子裡了 果然 他們兩個 要在這兒對你下黑手 我先把他們殺了 回頭再商量你我的去逐 師兄 師兄 你去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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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來救人的 就別再傷害他們兩條性命了 怎麼 你還真願去蒼州老城 不去蒼州哪裏是個安身之處 總不能落草為寇 沒逼到你一步 逼到了也就真做了 還是去蒼州吧 行 聽你的 去蒼州 你們兩個過來 看在我兄弟的面皮上 饒了你們倆的狗命 謝謝 謝謝爺爺 收拾收拾你們的狗臉 謝謝謝謝 背著我兄弟跟我走 快點 師兄啊 我 快點 快點 當心點 我再聽你他的聲音一聲 就把你的狗頭打成肉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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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不用了 我自己走走看 這可使不得 使不得 別 我做醉了 该论我了 你们掺着我就行了 师父怪罪下来 以我凌冲担待着 你们就放心吧 咋不回事 我来回来 没事 手快 里面请 里面请 坐这 给我 请坐 里面请 里面请 慢点 请 请点 好 殿家 好酒好菜 上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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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酒好肉 多少 好嘞 小二 上菜 来了 你们两个也一起来吧 坐坐坐 坐吧 师父 我来 我来 对对对 我来 我来 不敢问师父 是哪个庙寺主持啊 怎么 你问那么清楚想做什么 去给高丘高台位告我的状 不敢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 别人怕他 你以为撒加我怕他呀 是是 我如果撞见那狗官 定叫他吃三百尘杖 那是那是 对对对 再结实的人 师父两成杖也够他受用了 哪还用得了那么多呢 这小子说话倒挺乖巧的 来 来 师兄啊 我这里没事了 你也早些回去 多日不回 长老那里如何交代 长老那好说 不会有事的 你以为我放心他们呢 你放心他们 我可不放心 我要一直把您送到苍州 这 你们俩听着 吃过酒饭 去弄辆推车来 你们看什么 让你们弄就弄去 顺便买些草药来 是是 快 慢点 来来来来来 兄弟 这里距苍州不远了 我已经打尽实在 前去一路都有人家 没有险恶的地方了 我呢 就不再送了 师兄啊 我的性命是你给的 不死当以后半 来 兄弟之间不说外话 大难不死必有后悟 以后会有相见的机会 回到东西给我岳父说说我的近况 让他放心 另外 还有什么 见见我的娘子 让他别再等我了 这话撒下可不说 非是孝帝南伟师兄 实在是我这一去 心里放心不下他 可我又顾不了他 我这心里不安哪 那我把这意思告于你岳丈 让他定夺如何 劳成用得着 那我就不推辞了 你们俩过来 拿着 这 这 这 拿着 这 要不是看见我兄弟的脸面 你们俩的脑袋早就被开下来了 是 是 是 我要回去了 我的兄弟要有个闪失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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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脑袋比这个树叉还硬吗 师父说笑话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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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兄弟要有半点闪失 你们俩的脑袋比这树叉掉的还要利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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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这 兄弟 保重 师兄保重 我 一般 你一般 一般 不愿意 一般 要不愿意 你让我来 林教头 请上车吧 我身上的伤都好了 可以自己走了 林教头 有什么话就说吧 快到苍州了 有人要是看见教头不带家 小人可就麻烦了 那就带上吧 小人没有别的意思 凭教头的手段带巴夫家 教头 这车子怎么办 前面遇到人家送个人去 回去了 扔得可惜 走吧 好 这位带家的是什么人 可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 林冲林教头 教人正事 请问官人遵姓大名 本人姓柴名进 人称小炫富 早闻林教头大名 得知您得罪了太尉高求 吃了官司 被断配苍州 陆经过壁庄 柴禁不知 失礼了 罪犯林冲 刘培来自 不敢 不敢 在我眼里 只有好汉 雄汉 没有罪犯 小人在前面的酒店 听说了官人的大名 并知道柴大官人 好招贤那事 想不到在此相遇 那好 请林教头进壁庄吃酒 请 林教头 请 你们怎么不知个轻重 林教头是我请都请不来的贵客 你们怎么这般慢带 快把这些车走 我要盛带林教头好酒好肉上来 林教头 请坐 好 豪侠义士三教九流 只要路过这里 大都是来庄上寻找资助 也知道我好这个 天长日久 常有闲杂人等来混吃混喝 林教头 请坐 你们坐吧 庄客们把你当成混吃混喝 讨盘着的闲人了 来 先吃几杯 解解困乏 柴大官人如此厚待 林冲感激不尽 柴大官人 又来了哪里的时刻 来呀 快给教师搬把椅子来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不必了 这位是洪教头 新到庄上不久 这位是东京八十万晋军教头 林教头林冲 参拜红教头 林冲参拜红教头 来 坐坐坐 大官人 我看你的庄上成了吃舍饭的地方了 凡知道你好袭枪霸 都到你这一草覆没 蹭些九十千米 一问都是这教头那武师 你呀 你只是一味的款待 就是不问那些武师教头 是真的还是假冒的 洪教头 今天请来的这位可小看不得呀 是吗 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洪教头 人不可貌相吗 林教头 敢和我十几磅吗 林教头 你看 小人不敢 崔大官人 这你该信我的话了吧 林教头 洪教头是你的贵客 万一他要是输了 林教头 你就不要推辞了 跟洪教头玩耍几下 也让我拆尽开开眼睛 公敬不如从命 好 咱们吃完酒去后院 等等 李氏万再吃酒不吃 省得吃酒没心气 不吃酒 林教头 你看 好 枪棒伺候 看着 二位教头且慢 这些银子是我给赢家的赠礼 请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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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教頭 好手段 辯教头 失礼了 林教头 海禁大开眼界了 来人 取赠礼来 是 去 扶住辯教头卸心 黄教徒 走走走 吃酒去 去 黄教徒 这两封信一封给苍州府邑 一封给劳成营的管营 他们都跟我有后救 见了我的书信自会照顾你的 过些天我使人给你送些衣物 帮多保重 柴大官人如此厚待 林冲至死不忘 林教头 今天可让我俩开营了 以前只是听说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哪 那个姓文的 在我们教头面前简直是不知一提 这种人还配当成教徒 进来吧 林教头 二位宫人 我到了 你们也该回去了 林教头大难不死 我们两个却难给太尉处交差了 等等 我听说开封府的福尹还算清白 你们去找他 把实情向他如实禀告 他会听你们说话的 听天由命吧 多保重 多保重 林冲的人头呢 都怪那个和尚 那和尚力大无比 无意高强 我们俩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他肯定回来了吧 你先把那十两金子给我偷出来 十两金子呀 你骗我 我说你没了 你赌咒发誓说你没有 你骗 我让你骗 你假话说的跟真的一样 你一退金子吧 我不退 人为踩死 鸟为食亡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让你骗 我让你骗 拿出去 埋了 我要让他去死 我和傅安亲自去老城 林冲必死无疑 你们现在就去 那大相国寺的那个和尚呢 你们别管了 我是阿尔 爷 来吧 我来死 了 我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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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